高雄男子产业园区正式动土 台积电将进驻设厂 典礼当天 艾斯摩尔、英特格与默克等国外半导体材料设备大厂 请来参与 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 从台南到高雄 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与活力的完整半导体产业聚落 台积电的投资也将会吸引 像今天就有多家的设备材料等等的 这些国际性的这些大厂 也都进驻到我们高雄 那这个也意味着我们开启了高雄朝往一个高科技 以及先进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聚落的这一个起点 高雄男子产业园区是全台唯一位在三铁共购站的产业园区 推过未来台积电进驻 2024年云日初期 将创造至少1500个职缺与1576亿元年产值 行政院长苏文昌也特别率领经济部长王美花 与国科会主委吴正中等部会首长 亲自南下出席动土典礼 中央立推的大南方大发展计划 期盼打造出半导体S郎带 而男子产业园区就被誉为S郎带关键平图 高雄市府指出面积29.83公顷的男子产业园区 未来除了建构半导体先进制程中心 包含5G、AOT与电动车等产业的亚洲高阶制造中心 也将成型 渴望成为兆元科技产业聚落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大为直线理教廷日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